吴美华女士 吴美华女士今年78岁 她是一名退休老师 由于自己一个人住 十年前开始搬进旧式军安乐之家疗养院 她说刚开始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第一次我来 我住一天 那么我就看到 这个地方不太好 我看不到朋友 我找不到别样东西 我就给人家关起来这样 我就回家 我就不来了 通常他们怕是说 怕来到这边的话 就是说好像已经是 没有孤零零一个人 好像怕没有人照顾她了 就是亲人什么 没有照顾她了 所以说他们都是喜欢自己的家 比较自由 是因为她不喜欢再陌生个家了 吴女士患有失智症 因为需要专业的看护人员照料 所以才决定回去疗养院居住 最近她参加了疗养院的 熟悉的生活奖励计划 在这项计划下 居民透过运动 太极拳和清洗碗碟等活动 换取积分 不同运动项目可赚取 一到两毛钱的积分 然后可用来按摩或理发 或者到杂货店换取零食 吴女士说 能够重新靠自己的能力购买东西 令她感到很有满足感 目前共有120名居民参与其中 调养院希望通过计划 还原老人家在外的生活习惯 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动力 我们现在老人家之前 他们喜欢说是去买东西 煮饭 买菜 这是他们的热肠生活 当然来到老人院 他们这个热肠生活就没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复制 这个热肠生活在一个老人院 就希望他们说是 来到老人院 还是继续他们热肠的生活 负责计划的吴俊仁指出 居民主动参加活动 也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 之前是我们老人家 我们需要跟他们讲 开始做运动了 开始做这个了 就变成我们的同事 他们要指定谁做谁 所以很多老人家变成很被动 但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后 老人家在准准早上八点半 让他们早上提高时 全部会集合 不需要我的同事再去叫他们 其实随着新加坡社会老龄化 我国的疗养院床位 已从2006年的9032个 增加到去年的12830个 十年内的增幅达到42% 一旦步入晚年 人们的愿景是什么呢 健康 每个人都会当心健康 健康 随时不懂 其实会有什么病 什么东西这样 虽然是上了年龄 也要有一个目标 不会好像早上起来 无所事事这样 变成一个没有用的老人家 就不好咯 医生科医家认为 步入晚年 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拥有社交圈子 才不会感到孤独 就会变成很多东西会发生 像depression 情绪低落 cognitive impairment 他们四肢症也可能比较容易发生 很像他们的方身 他们的活动力能维持的话 他们就可能可以自己独立的时间 可以延迟也是 因为他们就可能不需要住进老人院 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养养院床位的需求逐年增加 一些老人院推陈初心 通过奖励 让居民更有动力 自动自发地做运动 饮食方面 也有老人院引进特别食材 重燃一些年长者的食欲 这是一叠叉烧饭 尼康医疗保健中心与疗养院 把一种名为 suberakaze的粉状粘稠剂 加入食材里 然后一起打成粘糊状态 蒸熟后 再重新切成食物原本的形状 负责人说 食物的口感类似果冻 也比较适合患有吞咽障碍的年长者 因为它们容易被食物呛到 所以一般只喝奶或吃糊状食品 suberakaze其实它的用处是 把弄成糊状的食物 减少了它的粘性 所以它被粘在喉咙 然后它会给它一个保护层 就是让它放在嘴里的时候 含在嘴里的时候 不会出水 因为你一出水就容易呛到 suberakaze就让你做成一个 形状可以为食物的原型 不然就比较有趣的形状 让你这样子的食欲增加一些 尼康医疗保健集团 在全岛共有八家疗养院 当中有15%的居民患有吞咽障碍 王亨说 一些患者因为无法吞咽而感到自卑 甚至对食物感到恐惧 所以希望这类食材 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素质 因为他平时跟家人一起共餐 吃同样的食物 可是因为有吞咽问题 他们要特别准备餐点给他吃 还是甚至要喂他吃饭 这些都会让他的生活品质降低 也会影响到他的自尊心 高龄93岁的王亚英女士 去年开始出现脱念障碍 平时只能够吃糊状的食物 过去六个月 他开始尝试用 苏贝拉卡西年筹剂制作的食物 之前原本像花三十分钟才吃完一顿饭 现在二十分钟就吃完了 照顾他的护理人员 冯丽英表示 之前王婆婆因为吞咽问题 所以吃的比较少 现在好多了 步入晚年 犹如夕阳垂暮 如何掌握夕阳之美 就得让生活的原动力持续旋转 重新点燃人生目标 让晚年继续过得充实 活得精彩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多佳视频 最后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